No No 我都爱No No 不要爱No 黑后蔡依林和混血男模景容 稳定交往六年 没想到22日却证实双方已经分手 蔡依林的绯闻男友彭于晏 还立即登上微博热搜榜 引发不少讨论 那台湾已经都没有人在讲 那今天我不想再解释 那当然都一直是好朋友 然后我也很不喜欢去讲自己私事 酒令证实切了景容之后 彭于晏竟然瞬间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名 不少网友翻出两人过往情史 期待他们旧情复燃 而蔡依林和景容六年情宣告破局 外界猜测 两人是因为个性不和 聚少离多 对婚姻没有共识 三大原因导致分手 你每天都穿了那个戒指不拿掉 永远 女生的名字的姓会改成男生的姓 你们的账户 你们的钱就是一起的 景容先前受访时 还语出惊人说 夫妻该共享财产 似乎透露出与蔡依林 对婚姻观念不合 据平面报道 她的闺蜜认为景容 有点大男人主义 但也觉得蔡依林 已经不是过去的小女人 结婚并非唯一主要的选项 另外蔡依林分手之后 仍然相当保护男方 除了对感情抱持低调之外 也不愿意多谈细节 记者谢文祥李仪会 台北采访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